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完全用心力才是对的 他完全用心力的话 我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的心灵会集中在阿弥陀佛上 你一习惯了以后啊 你开始丢一个起来 完全用心力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念魔念化 因为那个心力很脆弱 妄念很强 所以打妄想 打习惯了 念魔念不习惯 如果你完全用心力的话 你会把所有的力量都灌注在佛号台 久了以后呢 你自然以后就会变得很自带很轻松 所以刚开始呢 你会比较很深 阿弥陀佛 哇 妄念还自然来了 阿弥陀佛 你怎么听啊 可是你这个久了以后啊 大概差不多一两个月以后 你就会很轻松 阿弥陀佛 这个妄念也跟你压了 你习惯了以后 压妄念就很容易了 刚开始很失利 久了以后就会很自在 很自在 很轻松 很轻松就可以压得到 很轻松就可以压得到 你念下去 容易也认识 离 达念不乞 若此达念 你就记不清楚了 记不清楚就不算 你看这个并刻已经讲了很多 记不清楚就不算 要从一再念 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才算数 初学十句十句真难 念到第六七句就乱了 这是实话 我们大部分会乱就是四五六 大概四五六 六七是最难记的地方 所以大家你要知道 如果说你常常会忘掉 那你就记得 五六七那个地方 每次一念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第五六七的时候 你要全心灌足 只要你大概五六七 你念对了八九十就很容易就破坏了 你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诀挑战五六七 它是最难忘记的 最难记清楚的 它最容易忘记 你就把这个精神灌入在这地方 你就很容易实验 把这个指出 这个是我们大家讨论的结果 真的就是跟老老道说的一样 第六七很容易乱掉 那老法师告诉我们 可以论回两段 第一句到第五句 那有的人说我们进入老法师 便到第五句 再从第一句到第五句 行不行 不行 从第一句到第五句 第二个五句是第六七八九十 这样的句法 乃至于三三次的分码都是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第七第八第九第十 这样记才能设行 那么胡小银居是用这个方法 念了四个月很受用 他说以前他念国的答应太多 胡小银他是已经读乎要读书心好几年的人 而且他自己供地主规 他很深入 如果你有去听他讲的地主规 你就知道他是很深入地主规 可是念国还是很深入 后来他就经过这个方法 他跟他的印光大数文号以后 他是用这个方法 后来他四个月以后 答应少了欢喜无量 甚至念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疲倦 念三四个小时好像感觉几分钟一样 有这种感觉 那么后面讲到 念国能消一切罪恋 无量解以来的罪恋 只要你真正会念国就能做消息 用用印光大色方法 消得最快最有效的 自己感受 得到 为什么呢 念国的时候 确确实实 妄念 杂念没有了 就是消灭障啊 如果你还有杂念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业当还没有消除啊 让你警觉到自己还有业当啊 所以敬念相继 第一个是不怀疑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没有妄念假达在其中啊 没有妄念假达到我好当中啊 要念到一个妄念都没有 心理心理念佛就真正有功夫 这就是消退业的现象啊 我们跟大家这一段就学续在这里 所以呢 大家要对这个方法 你要很有细心 那么大家再来一看这个牵者资料 再来跟大家看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呢 可能很久没来了 跟大家温习一下 今天大宗是福大 但是又是五星节 又是皇后的生日 那我们的真正共修啊 要把这个我们对共修的五周啊 跟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看到第26节 第26节 我们稍微语一下就好 第一号 自于念佛心难归 当色心怯念自不归 色心之法 佛心以至诚很怯 心不至诚 欲色莫由 既至诚以由未成一 当色而弃定 你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念佛心很难专一啊 还是汪义大会啊 那怎么办 你要有方法 一个色心念佛的方法 你有的话 你的心就能够灰的 灰占佛号来 那要色心一为恩公敬心 所以你用识念法 念佛的同种也是一样 你记得叫公敬 越公敬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身是每个人都要了的啊 它不是别人的事情 是自己的事情 既然是自己的事情 我们要了真实 我们就要拿福真实 成一回 所以恭敬你心来灭 效果好 但是如果你说恭敬你心来灭了 孩子不色心呢 怎么办 主事告诉我们 当色而弃 你耳朵啊 专注着听佛号 无论出声或者是默念 皆与念从心情 伸从口出 因从口入耳入 这个我们跟大家都讲过很多遍了 默念 默念虽不动口 蓝地地之中 一分有口念 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嘴巴 如果是默念的话 我们的念头 你要想着你的嘴巴 还是在念头 你还是可以听到佛号 这个叫做心神 比如说我们看到 放下是空 我们的嘴巴没有开 可是呢 你心里面还是有念头 还是有飞 放下是空 那是什么 那一直牺牲 你还听得到 所以称 默念虽不动口 蓝地地之中 必能有口念之下 心口念得清清楚楚 耳真听得清清楚楚 如日色心 妄念自息 我们只要呢 心里念念阿弥陀佛 真的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阿弥陀佛的音声 真的是清清楚楚 嘴巴真的是念得清清楚楚 其实就已经可以妄念 消除 其实就可以 所以我们 如果你妄念很多的同学 你就要反应 你这个嘴巴有没有念出 呃 有没有有的提出 心有没有念下去 还是呢 还在想说 我刚才一边念佛 一边找到想好了 反正还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解决嘛 一边念佛 一边来想好了 那你这样当然就不清楚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 奴获永远忘录 这个就是 业大现成的时候 那个妄念啊 多掏凶 比如你刚才给人家打架 也许今天的功夫不得力嘛 还是一定会有 好像男生的信息啊 你一听到你很不努力的事情 人家呢 故会我 毁谤我 功努我 对不对 我没有偷东西 他都说我偷了 起手啊 开始想 想东 想西 想西 想不完 这是什么 一到现成的时候 那怎么办 主师告诉我们 极有十念技术 则全心力量 事于一生 谋好 虽予期望 力度 瑕疵 此色心念佛之六地妙法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以前啊 有一位居士 现在书家 现在很用功 这是我见过法师里头 非常用功 他在练火了 两年 站着练 两年 每天吃一餐 站着练火 练两天 我见过了 这样子 他呢 常常呢 赞叹我们进宫老板 他说呢 我们进宫老板 就是他初学的时候的老师 他在居士的时候 就是听到不亮说 后来呢 他发心出现 专书 念佛老板 但是他修得了 非常非常地 辛苦的那种事情 他是打坐这三点 那么他告诉我 他在家的时候 他和他几次 都是听不亮说 也都很认真念佛 可是呢 有一生呢 就起口角 吵架 他跟他姐姐的感情是很好 后来他姐姐也出家了 他们那时候就吵架 一吵啊 他就想不开了 他说啊 他那一期经历 才知道他真的不能 他平常念的好好的 他一吵架 结果呢 结果呢 他那个 他姐姐走了以后 他心里一直一直 就是那个 气啊 一直消不下去 结果他跑到佛前念了 就是靠佛后把这个气啊 他也想怎么都给他挂掉 结果你知道他念了多久 念七个小时啊 他说他在佛前念了七个小时 才平 啊 念七个小时才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用实练法 好吧 如果你用实练法 你就不会这样 有这个道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边念一边想 一边想一边想一边念 肯定不是这样啊 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实练法的通修 我们不可能没有遇到季节 一定都有 日常生活当中 顺境 一定都有 你试看看 你如果有有忘博的时候 忘记特别多的时候 你试试看看 实练法 有没有想法 你自己啊 每天早晚做训练 先把实练法用好 为什么呢 真正的训练 是在什么时候有 就是那个业障现成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活泼 就看那个时候 你呢 习气足处的时候 习气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有没有活泼 你就知道实练法有没有效 这个大家好好去试试看 这样 不要呢 到时候呢 哦 你起来了 你连练活都不要 还必须跟以前一样 不信的 一定要把这个实练法 练成 为什么呢 因为印光纳他说啊 如果有有忘博的时候 只要 你那个念头 不管什么念头 很多很多的时候 你只要用实练法 记住 你就会呢 全心的力量 施于一身佛后 虽欲起忘义不夹的 就是 妄念在多 业障在肉 都抵不过 阿弥陀佛你好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练法 如果你念到好的 说实在话 什么妄念都变得出来 所以呢 祖师他才会讲 此色心念佛之 究竟了法 他才会这么赞叹 这一个方法 后面他讲到啊 在其弘扬信徒者 让位谈己 以仁跟上帝 不须如此 变得非不耳 就是说 以前啊 祖师大舟 没有弘扬这个实践法 是由于以前的人呢 他的业上没有工作 他们呢 心很清净 所以呢 他们就是妄念少 所以他们呢 只要 嘴巴念清楚 耳朵听清楚 然后呢 心讲清楚 就能够 射出妄念了 那么 祖师后面就说 光以心南日服 方式持法的音量 在于自己面 非帅耳 亦说 汪 就是他自己 他说呢 他以前 在修行的时候 心也是 望念分回 很难降伏啊 后来呢 用了很多的方法 来降伏这个 反倒心 最后他用这个实念法 非常有效 他后来才知道 这个实念法 叫文和大 然后呢 盖屡试语念 就是什么 每一次 试念 每一次 都成功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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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功 每一次 都成功 每一次 都能成功 非帅耳密说 这是我真正自己 去实验过来的 这不是我随便讲讲的 所以呢 我们相信祖师 祖师他是 一师三代祖师 而且后来被证实为 西方极乐世界大势智 就是菩萨的 他绝对不可能骗我们的 这是真话 大家好好去实验 祖师讲 你妄便再说 你用实验法 一定可以怎么样 完全 想法 所以他说 屡是屡验 每一次 都成功的 那我们怎么 每一次都不成功呢 那 祖师打道理由 不可能的 是我们 没有注意到 念佛的方法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果呢 你确实念法 你一直没有修好的成修 啊 你要看第七页 这个色心除妄之究竟妙子 第七页 不是第七页 对不起 第十一页 从第十一页 从第十一页开始看 老老师怎么讲的 然后呢 您再去看 这个胡晓玲老师 怎么说的 胡晓玲呢 是第十七页 第十一页是金工老老师讲的 第十七页呢 是胡晓玲老师讲的 他自己怎么练法 他有做这个解释 讲得很清楚 啊 我希望呢 很多同修吧 如果你很希望你的家人 啊 功夫的做得力 他如果是对这个实验吧 有一点点兴趣 啊 你要到处 常常到这个胡晓玲老师讲到很详细 不然这一本书好像我听到没几个人在看 这个要认真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常常解释 可是呢 你自己就可以偏偏看 你没有看 啊 所以提醒大家 你自己可以偏偏看 我们就自己这本书 可是怕大家不知道方法 所以呢 我们才特地的 又把这个胡晓玲老师 他的原导 用给大家看 我放心 所以要好好认真看 因为呢 你只要没有念好 你忘记还扶不住 就是方法一定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啊 所以 如果你如理如法的修 一定成功的 肯定是成功的 决定是 屡事屡用 啊 一定是屡事屡用 好 好 我们再看 呃 回到那个 这个 签泽仪孝追准处的第26页 啊 倒数第二页 你看 愿与天下后世 笨笨的共识 领患修患而去 啊 我们最喜欢这两句 实在是太好太殊胜了 因为我们 大家见过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往生极乐的使命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边说我们的根性呢 真的后来发现到 我们真的不是立根 听听听了好多遍听不懂 啊 好像有听懂了 遇到境界 又觉得自己听不懂 为什么呢 做不到 啊 每次 每次遇到境界就是倒 啊 没别人就是倒 啊 境界倒 啊 然后没有境界呢 哇 就觉得好像是很不错啊 遇到境界就是倒 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真的觉得呢 我们的根性实在里 太殊了 那 而 这个实念法就是为了帮助天下奉事 顿根 就是奉公呢 总是不得力的 大正 这个顿根呢 到什么程度 我跟各位讲 是指一切的 一切顿根 为什么呢 因为实念法 是指实生阿弥陀佛 谁都会念啊 这个是谁都会念的啊 好 所以呢 令万修万人群 去哪里 去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 确实它是万修万人群 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个实念法修好 所以我才会说 老法师也是这个 他居然告诉我们呢 找了一个无量肉精喜讯论的内容 所以我来告诉我们 初八心学国 很多人你认识你是老修的 可是功夫不得力啊 所以还是要以初八心来算 为什么呢 功夫不得力 跪在订阁 还是要订阁 那我们现在订阅课呢 是什么呢 是没有妄念的 是妄念的可以改过来进步 每次都是十年十生都是没有妄念的 你就要去试 你只有进步嘛 那这个就不会了 像这个台语讲的 进一步可以高度 你就不会有那种 好像呢 进一步是退九步 有那种感觉 你就会觉得呢 诶 我每天每天都在进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年 两年 三年 三年不得力 四年 五年 六年 六年 总会得力啊 你一直一直坚持下去 这个是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 因为我觉得呢 我们老法是教的 啊 非常 我很相信这一段 好